吴尼朗 米尼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您看到的就是花莲市公所在8号的上午 在进峰生活园区举办新春团拜的活动 那么任期还有10个多月的市长魏嘉贤表示 即便是任期的最后一年 市政团队仍然有如猛虎出闸般的势不可挡 以十足的活力为花莲市的建设继续来打平 隆隆鼓声响测云霄为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花莲市公所8号上午在进峰生活园区举办了新春团拜活动 现场由技工社区发展协会 以骑士磅礴的战鼓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 市长魏嘉贤除了感谢花莲市民代表会与各里里长的支持 也感谢主任秘书欧美华协同实战团队 做他最有力的后盾 让市公所能够如虎天一般的推展各项建设 那我们希望花莲是一个友善一居安全变捷的城市 大家会讲说市长最后一年会不会 会不会在任期过后人家说打篮群的垃圾时间 其实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们一天都在继续努力 我们希望我们团队一样 新的一年开始向蒙古厨长 继续为市民来打拼 也要谢谢代表会的大力支持 希望把剩下的任期的每一件事情继续做好 选举时候提出的证件 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的证件都逐一在落实当中 那像大家最难克服的左仓 公务变公园的事情 我们把A区完成了 变成一大片的绿地 那一天我们请主席 副主席还有说代表到现场去 看看我们所改变的一个成果 未来也希望继任的市长 下一任的市长能够把V区C区 把它做通盘的一个整理 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澳联市代会主席苏美桌副主席李正蔚 及多位代表 也都到场向大家拜晚年呼道恭喜 而市长维嘉贤也一一发送 装有10元硬币的应景新年福袋 祝福公所员工以及与会来宾 在新的一年都能十全十美顺心如意 记者 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